张可云 张可云 我们就来聊聊小甜甜 女星小甜甜近日因为换脚风波 跟宋一鸣担任牧师的教会一起发光闹得不愉快 甚至因此离开教会 针对一系列风波 一起发光在脸书发出声明 而担任小组长的吴东燕 白家启夫妇 也在该篇贴文下方吐露心声 回顾这起风波 媒体爆料小甜甜参加一起发光教会制作的新系幸福宅一起 记者会当天除了制作人宋一鸣夫妻外 还有吴东燕 林道远 小薰等一人到场 当时小甜甜被问到好友凯乐传出密婚的消息 虽然小甜甜也不清楚 因此没有多做回答 不过这事件导致后续报道方向失交 引发宋一鸣不满 数落小甜甜一顿后 还将她换脚 事件曝光后 引发外界诸多揣测 对此一起发光教会 也在脸书发出声明 表示最近小甜甜的新闻跟事实相距甚远 原本教会为了保护小甜甜 一直选择沉默 希望她别再做出不实描述与炒作 不过一系列的事件 引起许多网友对基督信仰的污蔑 因此决定出生 在这份声明中 一起发光教会一共提出三大重点 首先针对换脚争议 教会指出 此部戏剧是要献给神的戏剧 极为重要 如果演员生活中发生问题 都会针对角色做沟通调整 声明中指出小甜甜 在面对私生活有极大状况 即在她的小组当中造成小组员们的一些是非 冲突和彼此嫌隙 虽然宋一鸣不断提醒她 但小甜甜仍不听劝戒 最后小组长难过遗憾之余 教会也只能忍痛暂停 她在教会祭坛上的所有服事 另外 声明中也驳斥了外传宋一鸣 大骂小甜甜的说法 表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 除了宋一鸣外 小组长吴东燕 白家琪也尽心尽力 花费无数个夜晚流泪陪伴祷告 但仍无法在真理及爱中感动小甜甜 最后声明中也强调 外界若有扭曲事实 甚至是伤害教会的言论 教会将不再保持沉默 以实际的行动维护教会的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 小组长吴东燕 白家琪夫妇也现身该篇声明的留言区 吴东燕表示为牧师师母守望 求神间故意启发光教会的家人之体 也求神亲自带领甜甜 并附上双手合十的表情符号 白家琪则表示持续祷告守望 这起风波究竟何时落幕 外界都在关注 小甜甜于2021年初宣布 与圈外男友结婚 并公布自己怀了女儿米苔木的好消息 而后她也在7月时顺利产下女儿 一家三口感情相当好 然而她却在近日爆料老公的离谱行为 甚至让她怒斥 我怀疑我老公是不是真的爱我 小甜甜于近期参加综艺节目 小明星大跟班 表示自己因为体型的关系 经常被误认成其他艺人 就连自己的老公都会认错 当时米苔木大约六七个月大时 自己和老公正好在聊天 老公就突然说 最喜欢你演的麻辣仙诗 你还跟潘伟博士一对 让小甜甜直接傻眼 忍不住吐槽那是杜诗梅 对此 小甜甜也忍不住痛骂 小孩都这么大了 老公怎么可以还会认错 我真的怀疑我老公是不是真的爱我 事实上 两人婚后也有许多摩擦 像是小甜甜先前在直播抱怨老公 因为习惯将废水倒入浴缸中 让平时坐着洗澡的她 因此私密处感染 小甜甜忍不住大骂对方 在一旁的老公听到之后 还不以为然地回答是吗 此外 小甜甜也在命运好好玩 节目透露自己坐月子时 也差点出现婚姻危机 当时老公虽然陪伴在自己身边 但却沉迷网路游戏 像是有一次要帮女儿喂奶时 老公却只顾着玩游戏 还脱口而出说等一下 不会怎么样 让他当场暴怒不已 认为小孩子还这么小 都还没有满怨 饿了就是要喝奶 要是在这等一下的过程中 小孩子出了什么意外 甚至丧命了怎么办 这状况也让小甜甜气得 直接把喂奶的工作包下来 并对女儿说 妈妈真的很爱你 如果未来哪一天 我们真的单亲了 你要知道妈妈真的很爱你 而后还是好友王宇杰打电话给小甜甜的老公 要对方多体谅小甜甜 双方的婚姻危机才解决 据了解 小甜甜的老公比他小五岁 是圈外人 自从某次被传媒拍到两个人 戴着口罩在街上拍拖 恋情曝光 但之后小甜甜也一直没有让老公露面 前段时间小甜甜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和老公的合影 但是小甜甜的老公依然是用卡通头像遮住 没有让他露脸 不过最近小甜甜和老公一起外出吃饭 被台湾传媒拍到 终于让比小甜甜小五岁的老公真面目首次曝光 从媒体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小甜甜小五岁的老公 戴着一个圆框眼镜 身材略圆润 单眼皮看起来的确有点韩式的味道 发际线稍微有一点高 不少网友看到照片后表示 小甜甜的老公长相还不错吗 网友表示 小甜甜老公皮肤白皙 戴个眼镜 看起来很像韩国欧巴 很多韩国帅气男明星都幸送 比如宋仲基 宋承县等等 而小甜甜的老公刚好也姓宋 据台湾传媒报道 有记者在咖啡厅拍到了小甜甜和闺蜜聚会的照片 而比小甜甜小五岁的老公宋先生就陪在旁边 小甜甜当时穿着黑色的上衣 化着装 似乎刚跑完通告 用餐期间 小甜甜和闺蜜一直在聊天 而她的老公宋先生则负责拍照点餐 其实之前的小甜甜曾经在社交平台透露 如今怀孕以后她很多喜欢吃的东西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而现在自己吃不下或者宝宝不喜欢的口味的食物都会给老公来吃 冒着长胖的风险也要甘心当妻子的厨余桶 看来小甜甜老公宋先生也是十分疼爱她 小甜甜还曾经透露 怀孕以后老公对她非常好 怀孕初期她双腿水肿 老公会帮她抹按摩霜 而现在怀孕中期 小甜甜半夜经常抽筋 还会孕吐 老公会随时准备呕吐袋让她吐 半夜抽筋也会为她按摩 据了解 小甜甜现在的老公从事的是保险行业 虽然比她小五岁 但也是三十岁以上 是个普通的上班族 两人透过朋友介绍认识 不过是南方主动追求小甜甜 回想小甜甜曾经的恋情 她都是主动 而且比较卑微的那一方 如今找到了一个爱自己的宋先生 小甜甜的确也十分幸福 小甜甜也在社交平台 透露自己去悦老妙时成心的祈求 换来如今属于自己的福气 小甜甜表示 现在的这位宋先生 是那个能真的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而自己也能欣赏爱她最真实的样子 两个人都是彼此喜欢的真实感情 同时能够共同经历现在和未来的稳定对象 但能有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 是小甜甜从一段段感情中不断试错得来的 在刚做艺人的时候 小甜甜追Kid追了四年 又在节目公开跟高山峰表白 不是说不能勇敢追求爱情 只是她的这种方式通常都给了对方负担 Kid明显是不愿意让她说出来的 高山峰在她表白后 被蔡康永启哄让两人接吻 为了不让对方尴尬 高山峰接受了 确实有不少人称赞她举动绅士 情商高 可当时也有不少不了解她的人 看到她现实中的女友不是小甜甜后 骂男方是负心汉的 她和张其枫的恋情 一开始是潘若迪在节目上不小心说漏嘴 看她反应是真的紧张了 也能看出想要好好保护这段恋情 快崩溃了都在否认 结果没过几个月 就被拍到了和张其枫的牵手 接下来出的新闻 就朝着狗血剧方向发展了 要不就是南方在节目上 只承认两人还在暧昧期 要不就是爆出南方父母 不接受小甜甜 恋爱只谈了一年多 两人就分手了 也没做到好和好散 先是出了她刮花南方车 又要烧探自我了结的新闻 从南方曝光的小甜甜给她的简讯 可以为了你死 人生只有你这些字眼 也不难发现她分手时情绪不是很稳定 在多年后 女方在回忆起这段感情 也是说自己当时爱得像狗一样 南方那边很细精 都分手两年了 还把两人恋爱时的聊天截图全部拿出来 说当初分手是因为房事不合 虽然2020年在花花万物上说自己单身六年 但期间还是在不断追爱 18年自曝在和师弟交往 结果半天过后就立即否认 又自曝为了讨精品店工作的男生欢心 把先是把两个月收入全拿去给她捧场 又给她送球鞋 还送她出国旅游 在她身上花的钱 可以买个小房子了 只为了男生叫她一句 闲内住 而在这么多年追求爱的过程里 她焦虑过 为爱减肥70斤 又富胖 再瘦身 也打过针 微调过 但她始终没放弃过工作 够努力 也够卖力 事业顺利的小甜甜 2021年也步入婚姻 可说是双喜临门 不过 也因为瘟疫关系 小甜甜演艺事业大受影响 戏剧无限停拍导致无收入 根据媒体报道 为了顾及生活 小甜甜也拉下身段 当起攻读生发传单 当时领着时薪160元过活 事实上 小甜甜曾接受媒体采访指出 2020年曾到街头发传单和卫生纸 因为是在户外要不断晒太阳 所以她都戴帽子 眼镜遮阳光 结果还真的没有民众认出她来 发传单这份工作真的蛮累人的 不过打工时间比较弹性 不会被绑死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